HELLO 大家好 又来投注2022年世界杯12月7号的赛事 这个是凌晨三点波的瑞士和葡萄牙的比赛 法哥这是要怎么投注呢 如果单买 法哥是觉得葡萄牙应该会获胜 但是如果单买组队的话 赔率只有1.65 我觉得有点少 法哥也是有点贪心的人 所以法哥决定 只有个朋友介绍法哥一个玩法 怎么玩呢 来来来 法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有没有可能中 先要选到那个选项 这里 登登登 这个是他的正确比数的比法 所以 朋友跟我说 其实 就是右边这边的 虽然他的几率最低 对不对 虽然他的就是应该说几率最高 虽然赔率比较少 4.5 6.25 跟7 还有13 所以就买这四个 那为什么买四个呢 因为他这个100块钱 最少就是可以拿到450 如果再买第五个 那如果只有0比1的话 哇 那你就没赚钱了 所以你最多只能买这样子 那只要这四个组合 其中一个组合出现的话 就赚钱了啦 所以法哥就买了 登登登 这四张啦 这四张就是刚才看到的 这边 看一下 这里是 瑞斯和葡萄牙 如果是 0比1的话 赔率是4.5 法哥买了100元 然后勒 如果赢了就可以拿到450元 接下来勒 就是这张 瑞斯和葡萄牙 如果是0比2 然后赔率是6.25 一样是100元 如果赢了可以拿到625元 第三张就是这个 瑞斯葡萄牙1比2 赔率是7 如果赢的话可以拿到700元 最后一张是这个 哇赔率最高的 瑞斯葡萄牙 是0比3 然后赔率就是13 如果赢的话 法哥可以拿到1300元 这个就是朋友介绍的 这个 就是选最右边这边的 你选强队右边这边的 赔率比较低的 但是不要超过这个 就是总投注的金额 不要超过最少的这个 这样子的话 只要认了一个中 你就有机会赚钱 当然啦 如果你不小心变成这边赢了 那当然就没有 或者是 这个变成3比1什么的 那当然也是没有 不过勒 最有可能 最有机会的 当然就是这四种组合 对不对 也就是 比较有可能出现的号码 所以勒 法哥就找到朋友 买的这个方式 哇发现这个 很有趣啊 在运动采券发现 每个人用每个人的玩法 每个人用每个人喜好 每个人喜欢哪一队 有些人喜欢阿根廷 有些人喜欢西班牙 有些人喜欢法国队 每个人都喜欢的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投注的方式 也都不一样 法哥这是 是朋友教的方法 也顺便这样买一买 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观赏 再见 拜拜 拜拜